《與施永青對談》 今天講的題目就是教育 因為我想經過去年很大場的風波之後 其實很多不同的社會持份者 都對教育有很多意見 施先生 教育你一向都寫文章很多 經過去年的反送中之後 其實你的思考有沒有改變? 不是 教育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問題 很多國家都會發現 教育的效果其實就沒有以前那麼好 我自己看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我就不算完全贊成免費教育 我認為政府是有責任幫助一些連教育費都負擔不起的學生 但是不需要全部都免費 因為教育一定要去學的人都有少少動力才行 免費 讓他知道他父親讀書很辛苦 我小時候很喜歡讀書 我看到爸爸那麼辛苦 我便免為其難 那你生性就是 有很多人不生性 但是那是真正的 你爸爸生、生、死 爸爸生、死 你成績表回來 開了紅燈 不拗你 如果現在就沒有那麼關心 這是你的 這是你生性 我告訴你現在很多 父母給錢讀書 一樣回來 那些小朋友都 我認為當然有個別 但我認為給了錢 你就會緊張些 你不緊張 爸爸也會緊張些 因為那樣東西是你有得益的 教育 即是你去學東西 我小時候都跟兒子說 你什麼獲得了 別人拿不走的 就是知識 我小時候都拿來 串的老師 就是這件事 因為我老師說 我經常不抄筆記 考試 特意讓我不合格 他以為我會向他求婚 他來問我 司令清 我特意不讓你合格 你知不知 其實你是應該合格的 當然 我說我當然知道 不過老師 不好意思 你扣了我的婚 對我沒有什麼損失 我學了一些東西 你都拿不走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他當時的反應是怎樣 他當然激氣 但是你扣了我的婚 有什麼所謂 這個扯開了 我就說 教育是最值得付錢的東西 最值得投資的東西 你要投資 你要付出精神時間 亦都要付出金錢 你就會重視一點 所以我認為 教育要收費 只是有困難才去幫他 他都知道其實 別人幫了他 現在是沒有感覺的 社會給你機會讀書 不覺得太感恩 所以我認為 教育要收費 但是現在 你這個想法 是不是基本上 香港你自己都知道 下不通 現在 我都要說 我認為 應該要收費 另外 就是 教育 不可以只是 透過書本上的知識 我認為 世界上的知識 我將世界上的書 我說有兩種 一種叫天書 一種叫人書 什麼叫天書 你在自然界 在社會實踐入面 學到的知識 就是真真正正的知識 現在我們的知識 通常在書本上學 老師傳授 這些全部叫二手料 二手料 是別人理解了 告訴你 別人的理解 可能出錯 表達又出錯 你有沒有例子 你有沒有試過 二手料 是累了你 我 很早就要一手料 即是二手料 我都跟一手料去對照 要先證明他 合不合 我對小朋友 都是 譬如 有學校叫我補貼 我說 不是叫我補貼 應該叫我 贊助他們搞活動 我就 建議他搞活動 他沒有搞 但是就拿了你錢 當然不是 你知道我叫他做什麼 叫學生劏雞 成立一人一組 去劏雞 那些學生是多大 那些學生 中學生 學生都要劏田雞 劏田雞 都麻醉了他 我叫他街市買隻雞回來劏 現在不行 現在是冰鮮雞 劏雞過程中 學很多東西 他要解決困難 抓雞都沒有力 雞叫兩叫拍兩下 他就劏了一隻 所以學生連劏雞都不懂 那 那怎麼推你呢 校長說不行 說做不到 不行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家長會吵 但是 明明劏雞可以學很多東西 大學就叫他劏豬 其實我簡單來說 你就是實際主義 我認為學校可以學很多東西 譬如讀歷史 由石器時代 歷史都可以做實現 是嗎?怎麼做 人類幾個歷史的生產階段 有狩獵時期 有農間時期 有興工的時期 每一個時期 你就去生活一下 即是去山盤 你去加拿田 你就知道 人類歷史曾經這樣生活 你可以看那個 我認為很多東西都可以透過實踐 學習 我有支持一間學校 叫自然 自然學校 屯門那間 是的 他們透過在自然內 學習 譬如 我亦都試過 跟小孩去行山 讓他們了解 定位的重要性 即是不要用GPS 不是GPS 只是別人教你 我跟他們一起去行山 跟他們說 糟了 我都迷路了 那些小孩很害怕 哎呀 怎麼辦 我們快點回家 走快點 我說走快點回家 走錯了 越走越遠 他說怎麼辦 你走上一個小山頭 看一看周圍 看看有沒有一些 美麥你認得的 你看到獅子山 你看到獅子頭 你就知道在香港的西面 看到獅子尾 就是香港的東面 看到獅子面 就是香港的南面 你這樣 你要先知道自己在什麼位置 你知道自己的位置 你就才有機會回家 你自己在哪裏 都未知怎樣去 所以你要他知道自己的處境 然後才可以定立自己的目標 然後研究由這裏 去到那裏 這些都是可以在實踐中 學習到的東西 所以現在的學校 就是教學生讀人寫出來的書 應該在學校裏面 有更多內容 讓他自己去觀察 摸索 因為現在很多人說 一定要教學生有獨立思考能力 什麼叫獨立思考能力 你不是 教他多幾個理念 他是獨立思考 他一定要自己去觀察 自己去判斷 利用上天賜給你的腦系統 自己的感官去觀察這個世界 去作思考、作判斷 那你就有獨立思考 你只知道什麼叫政治正確 是拿了別人的那套東西 即是你就覺得 不應該只是讀理論或者讀論術 就是要自己去做一次 或者去實踐一次 其實很多東西 學校可以增加的課程去實踐 但這個會不會是香港 其實如果大家考試考得這麼密 即是說回到老問題也是 如果真的大家家長覺得這麼有用 就不會這麼多補習社 即是奇門如蜜 所以補習社 基本上是教你怎樣去取分 是最不值得的東西 分數指是知識的象徵 如果一個學生自己去學 我和我的兒女說 最重要是懂得和自己比分 不要只等老師幫你比分 你自己要衡量自己的成績 追不追得上課程 和旁邊的同學有什麼差距 那你才有去比拼的動力 去衡量和你的目標有沒有差距 就不可以只是說 先生一個標準 教育當局一個標準 其實我從你的講法裏面 我有一點點覺得 你是比較偏向於通才教育 多於專業教育 因為其實如果用你這套方法 其實 中小學行版通才 因為我是讀到中學畢業 我知道 但問題是說 如果從你這種邏輯來說 基本上 考試的成績未必最重要的話 他能夠讀到一個專業的機會 應該相對小 比一些其他專注於通才教育 是不是這樣 那又未必 你有一個通才的 一個一般性的知識 你才可以進入專門的知識 如果你連一般知識 香港其實很多 譬如你問開讀文科的人 你問他理科的人 他真的完全不懂 所以他們的知識相對嚇喊 我也認識 有些人說 是PhD來的 讀物理的 一個拆桑 壞了他 叫他去弄 他都說不行 是電器來的 我們沒有技工的知識 不能去電 說拆桑只有三條線 這樣也搞不電 中學生搞電 PhD也搞不電 是真事嗎 當然是真事 他從來未見過 未電過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 如果一個人願意去實踐 很多事情都有機會學到 學到之後 你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礎 你再專業 是容易很多的 今天跟師生談教育的問題 其實好像大家聽到的時候 未必一定 那些重點跟你們的生活 可以很容易連上關係 但是 其實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 應該多看一兩次 從中去了解多些 這個真是幾比對到 現在我們香港教育的 所謂專才和通才 這兩方面的一些意義發展 今天跟大家談到這裡